但您關心好大的膽子 英國白金漢宮的大門 在凌晨竟然被人開車硬闖 就是一名男子開著 畫面中這輛藍色小轎車 撞進了大門 白金漢宮整個是門口 玻璃碎裂 車牌 車子本身撞到玻璃碎裂 車牌也歪斜 而事後白金漢宮大門 也暫時盯上了木板封柱 駕駛當場就被現場的警力 以涉嫌刑事毀損罪 被逮捕送往醫院 目前已經初步排除涉及恐怖主義 但原因為何還在調查當中